各位觀眾 在第一回合的比賽 Nephi是擊敗了Hero 讓桃園噴射機隊是拔得了頭球 事實上Nephi在職業生涯也是三次都贏了Hero 這場比賽關鍵在於我們前期的壓制 這波壓制其實是不斷給對手壓力 Hero這邊其實不斷的被壓制的情況之下 他不太敢補太多的工兵 雖然有使用空投幾次小小的騷擾 有一點點的成效 但是其實並不大 那我們在幾番的爭奪之下 結果Nephi這邊成功讓自己的經濟變得比較優勢 成功搶到了自己的三框 那我們就優勢慢慢擴大 最後就獲勝了 不過Slow Bay你會覺得是他那個圍巾 沒有點掉巨像是一個操作上面的一個關鍵嗎 一個錯誤嗎 對 其實操作那邊真的是 操作確實是沒有操作好 不過其實剛剛那邊的圍巾 雖然確實是沒辦法跟 還是不夠就對了 對 確實是沒辦法跟巨像 還有鳳凰戰機還有追劣做一個抗衡 對 他一直打到的是鳳凰 對 對不對 可是 就算有打掉一台甚至兩台的巨像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起死回生 對 還是會比較困難的 好的 那現在第二回合 來看到的這是 我們的GO 桃園噴射機隊的GO 葉邦彥要對手的是橘子熊隊的 Xeno 林信宇 GO目前是11勝8敗 5x79的勝率 最近的5場是Sension兩敗 上一周呢是先贏了Jazz 結果後來是輸給了Max 那至於Xeno呢 則是8連敗之後贏了SKTV之後 最近又吞了一個5連敗了 那上一周呢他是輸給了Power 他是去空投雷神 結果也是沒有能夠成功 好 現在在太風之點開戰啦 對 我們現在看到螢幕上1點鐘的方向 紅色的人類就是橘子熊的Xeno 好 紅色的人類 那緊接著看到的是我們11點鐘方向 這個桃園噴射機的戰神GO選手 藍色的神族在11點鐘方向 那這場比賽是兩位選手呢 直接剩下第一次的交手 第一次的交手 因為過去呢 GO是對Karlio兩場 對Hero有三場 他是第一次跟Xeno交手 那至於呢 GO 神族的選手 他在太風之點這個地圖呢 過去是一勝兩敗 一勝贏的豪娃有兩敗輸給了Karlio 以及用蟲的DS 那至於呢 這個Xeno呢 在太風之點是零勝一敗 輸給了白 蟲族的選手白 那至於在對戰的種族的部分呢 GO 對上人類是四勝兩敗 六乘六七的勝率 那Xeno 對上神是一勝七敗 他目前唯一的一勝 就是贏了SKTB嘛 一勝七敗的成績 開局兩邊很正常 兩邊都是放下自己的兵以後 簡潔的應該就是瓦斯場囉 應該兩邊都會放下自己的瓦斯場 那剛剛這個工兵 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剛剛的工兵突然間 群聚在一起 剛剛應該是發生了一點小失誤 還是說 應該是發生了一點小失誤 不小心工兵可能吵架之類的 對啊 聚集在大群架了 他們搞不好在開融團會啊 對不對 這個 只是不小心點到一個聚在一塊就對了 對 可能不小心點到一個礦區之類的 對 不過不影響戰局喔 對 差那個0.5秒 1秒 對 本來是真的要說 陳大使惹不拘小錢 小錢 這點小錢不看在眼裡 我們繼續挖錢 對 繼續挖錢 但還是要繼續挖 對 再趕快回去 兩邊果然都放下瓦斯場之後 是機械控制核心 那 Zeno這邊只有兩隻在挖瓦斯 而且放下了兵營 沒有要攀升科技喔 所以這是一個 喔 這個工兵這樣 就這樣登堂入室 直接走進去了 哇 非常帶腫了 直接走了進去 哇 在裡面繞圈圈 我們躲在草叢後面喔 這次要玩賭貓貓的意思 哇 還可以走掉嗎 這隻工兵命相當大 哇 還可以全身而退啊 安全下裝 但是後面的陸戰隊 氣而不捨 追到天涯海角 也要追殺到你 對 油總就回來啊 回來單挑 結果 探測器怎麼跑那麼遠 哇 因為探測器移動速度比較快啊 因為他是高貴的神嘛 啊 算了 放棄了 腿痠了 對 因為他是那個探測器用漂浮的有沒有 對 結果他用兩腿在那邊跑 這是機械面表是非常氣喔 從面前就這樣走進去 而且還讓你跑掉 欸 稍微休息一下喔 這邊是追到天涯海角 對 都要追到他喔 這感情相當好啊 對 人家結婚了還要去 人家蜜月也要跟著去 對 這次好喔 氣到一個不行啊 狂犯事出來了 我們這邊是直接繞兄弟來幫忙了喔 拿現在的機械面前走 對 不過這個 夠啊喔 討厭Pension機會的夠 他上一週呢 他們是 6月11號 禮拜年我們2比0 領先華裔之後 被到達2比3 夠本來是不想對上 充足的 對 沒錯 確實喔 結果他最後第四回 還是遇到Max 結果他輸了 不過呢 夠我們這邊要祝他生日快樂啦 夜邦宴選手 22歲生日喔 明天啦 那今天呢 也會提前慶生 就看他這一場啦 不過呢 夠喔 要注意一下自己喔 因為最近呢 在網路上有人說他變胖了喔 喔 變胖了喔 這個 說他們是四神湯嗎 因為他們都用神族的 他就變成四神湯 四神湯裡面的粉腸 很胖胖的 對不對 要小心喔 這個 上電視要注意一下 對 心團體放 對 心團體放 這個時候我們搶下惡況 那這時候 被打 Reno的進攻時間點掌握得非常好 這邊還拉了兩隻公兵 但這兩隻公兵 喔 這邊是上去看一下 要在碉堡 連續放兩個 直接放碉堡 那公兵這邊 這個碉堡的位置 是直接擋住路口的 對 直接不讓你的 口岸是做一個近身 那我們這邊應該是甩箱 直接把口岸是甩掉 後面有四次的追列 對 碉堡見得起來嗎 這個對Reno很重要啊 我們公兵先死掉了 不過死掉沒關係 現在的話 看能不能打掉點什麼東西 對 第二個還在建 一個雖然爆了 對 我們又拉了公兵 那這邊的話 這邊的操作不錯 我們趕快往前走 先打掉 打掉 對 一直甩槍去打探測機 那個碉堡呢 碉堡呢 我們有看到下面 後面下方 下面的碉堡是要取消 因為我們的兵沒有幫他補上 哇 兵沒有幫他補上的狀況 我們現在放棄了 那Zeno這一趟有賺嗎 Zeno這一趟 這一趟的話應該是 其實並沒有賺很多 因為很大的一個關鍵是 戰神這邊二況已經完成了 對 那如果 雖然說我們剛剛其實 有殺掉不少公兵 而且其實有殺掉少量的追列 以及狂犯事 但是如果現在 不給對手壓力的情況之下 其實 戰神這邊是可以趕快補公兵的 不過 Zeno的第二個主板也完成了 好 那其實兩邊 現在都要進入一個二況 二況的一個狀態 不過Zeno這邊 想要終止他個人的五連辦 直接去人家家裡面 建標榜 對 非常非常兇惡 非常非常的兇惡 那現在這個部隊 在中間又有一個小交戰 果然再給對手壓力 不能讓神族補公兵 不會太開心 不然就會像上一場一樣 對 給對手壓力的情況之下 自己這樣也可以開礦 不過斯多貝的講 然後這個Zeno 成大事者不拘小節 反正去建一下 不行 回收 取消 那損失一點點錢 完全不看在眼裡 對 完全不看在眼裡 對 你可以按取消 回收掉 對 碉堡很 碉堡是現在所有的建築裡面 唯一一個在完成之後 可以回收 回收75%的錢 是 對 本來是100塊嘛 100個金礦 對 可以回收75塊 嗯 非常划算喔 如果已經被打到 真的一格險之後 再按回收 好 一樣 一樣75塊 一樣75塊 非常大方 對 原來這麼好賺 我常常被打到 快要爆的時候 趕快按回收 我不知道有多少錢回來 回收就對了 對 回收就對了 當然不要在人家 打到你家門口的時候 把碉堡回收 對 那自己就會被回收走 原來是全部退 對 全退差價 雖然已經被打到一格險 還是退你75塊 那這邊是下了第二個礦區了 對 現在第二個礦區了 兩邊現在都不斷的 在補充自己的工兵 那這邊Reno出了 幽靈特務學院 要出幽靈特務了 欸 幽靈特務 這個真的很少用 我要看核彈 對 我也想看核彈 不過目前是還沒有看到 對 電競聯盟直播 還沒有看過核彈 對